去露營是人類親親帶自然的方法 原來帶的裝備都有極輕和極重之分 三年前愛想極輕露營的Terence 享受攪盡濾汁令裝備變輕的過程 這一天他來到水冷窩營地 已經有水源先裝水 用時先過濾,省回帶水的重量 睡覺時還形容都不用用了 如果我在夏天的時候 我會帶個天幕 我會帶個Beefy 因為都是防止蚊蟲 然後去到冬天 冬天因為我自己會睡覺 包著小食物 冬天比較少蚊蟲 所以我就不會用了 主要煮食的用具 就主要用泰製造 若它夠香,轉熱快,煮食都很快 而酒精亦都是較輕燃料 至於情侶天璣同早做 七年前就經常出國旅行行山 2012年就去到阿根廷巴塔哥尼亞 五日四夜遠足之後 就開始研究極興露營 他們就比較重視享受了 即是說到Ultra Light 即是好像說 我好像有艱苦 甚麼都不大 其實都可以有適當的享受 完全是很辛苦,很艱苦,很不舒服 你可以帶自己喜歡的咖啡豆 去做手沖咖啡 至於家品店店主要正 就是極重泊的支持者 即使行山或露營 都會帶備水煲、咖啡壺、飛碟等等路具 或駕餐越重 歷史通常都比較悠久 質素都比較有保證 拿你帶一些重型的東西 或者一些大舊的東西去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 平時香港人不會在郊外做到的事情 義極重團就是一般 好喜歡帶重裝被老營的年輕人 走成面書群組紀錄人記 照習志彤道學的重裝營友 但他們的重裝 不一定是重型單品 更加是只裝備數量夠多 他們的裝備入面 還有很多被稱為無謂的東西 例如窩夫夾、竹桌和木製餐具等等 而且用得久 例如木杯、木碗那些 它會有些味道特別不同 每一次用的時候 味道會有少許變化 將食物的味道灌入木製 不論是極重或者極輕Style 最重要是玩得開心就可以了